嗨 七歲的徐維玲好 就是 我覺得 怎麼會有點想哭啊 就是 相信你自己 然後 希望你就是可以一直往前努力 然後就是千萬不要懷疑自己 我七歲的時候開始打球 那時候 因為我太愛看電視了 所以爸爸就把我帶去高爾夫電習場 去揮幾顆這樣 沒想到我第一顆就揮中 所以從此就開始我的高球之路 你好 二樓 我其實十八歲的時候就轉職業了 那2015年的時候我才正式進入LBGA 我是靠Sementra Tour 作為一個跳板 然後跳進了LBGA 我還記得我第一場LBGA賽事 在佛羅里達的Ocala 然後 因為從小到大 公里蘭就是一直是我的偶像吧 我覺得當下真的是 很興奮 幾年前我還在旁邊當你的粉絲 可是 現在我卻要跟你參加同一場賽事 然後說不定還有機會 在未來跟你同組競技 我就覺得酷畢了 覺得這一切的付出都有 就是有收穫這樣 平常沒比賽 回來台灣最喜歡吃豆花了 我其實是回來第一次吃 芋圓是必點 好像是蒸的芋頭這樣 我就點了芋頭還有花生 聽說你也很喜歡攝影 因為拍出來的東西跟你實際上看到的不一樣 我就覺得很迷人 尤其是單眼 可是因為我出國 就是大部分都是景點 會比較多 動物啊 昆蟲 因為我是主要在LPGA打的 那 他們的比賽就是我主要的戰場 那 中間有比較長休息就會回台灣 我覺得我現在像推桿 我覺得推桿是 秉除所有技術 就是你學了很多技術以後 最終你還是要把心靜下來 然後做完這個推桿動作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像推桿 我希望我把我這些所有技術都學起來以後 能夠自由地發揮我想發揮的高爾夫這樣 你要相信自己 最難最難就是你要在打不好的時候 告訴自己我可以 我18年其實目前來說我最好的一年 我打上像美國公開賽第五年 第六年了 可以拿冠軍了 就是我希望 真的把心靜下來 然後 拿下我的第一個LPGA冠軍 那 順利進奧運 參加奧運的比賽這樣